早上国庆典礼升旗 中午就与国阵顾问团开直播大谈国阵 主题聚焦在敏感的两岸关系 如果当选后会不会考虑跟对岸领导人习近平来个韩席会 紧紧地掌握住我们最高的自由民主的价值 以这个为基础 我觉得未来台湾人不管跟谁见面 做任何事情是充满着信心跟乐观 对韩席会保持开放 两岸政策上提出四项主张 强调九二共识才是目前抵挡的两岸关系最好的解答 我认为现在两岸目前不存在统一或独立的条件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限制下一代人的选择 可是九二共识这碗汤这碗热汤 后来被民进党尤其是被蔡总统加了很多添加物 所以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汤变成一碗毒汤了 将来两岸关系倒退 将来火山爆发 可能都源自于这样的一个动作 维持现状对台湾才是最好的选择 也没忘了再度重申反对一国两制 台湾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 我们不会允许有人伤害台湾 只要有必要全体国人以及我本人 我们一定会拿着枪来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 我相信所有的国人同胞都跟我抱持一样的想法 韩国瑜明确表达立场捍卫主权在所不息 要给民众安全感 更炮红对手总统蔡英文为了选票 拼命为台湾人民吃芒果干 三年半执政不用工 执政不努力 交不出成绩单 选举一到 就靠着贩卖亡国感来换取选票 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跟政党 应该所做的 双十国庆 韩国瑜在两岸议题上火力全开 打出安全感对抗亡国感 让自己的选情开始止跌回声 欢迎新闻林维开 李嘉宇高雄报导 李嘉宇高雄报导